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最高法院还有最高检察院 简称两高在日前公布的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继续受到海内外舆论的谴责 美国之音评论说 两高推出的这个司法解释是一个笑话 是在为中共当局的警察国家做法提供法律掩护 美国个人电脑世界杂志PC World则向读者介绍说 根据中共两高推出的新举措 互联网用户的网络帖 假如被观看了5000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了500次以上 就有可能面临诽谤指控 假如被判罪名成立的话 有可能获得高达三年的刑期 美国之音在引述这段报道的时候说 中共两高司法的解释像开玩笑一样的荒唐而残酷 这个所谓的诽谤信息转500次 就可以判刑的两高司法解释 也引起了中国大陆民众的强烈反弹 那么除了大批的律师指出两高越权违法之外 一些媒体还有媒体人也是发声反击 他们指出 由中共政府发布的误导性信息 危害性要比民谣更大 打击网络谣言 更应该从治理官谣做起 而普通网民则找出了中共当局 历年发布的虚假信息大量的转发 要求对官谣治罪 四川网友白骨论金举例说 央视义正词严的宣称 欧美制裁使叙利亚 4500万个家庭遭灾 叙利亚总人口才2219.8万 大陆作家罗志渊则说 新华社央视百乌龙 把东京说成了伊斯坦布尔 害惨了全国的报纸 长沙晚报连夜追回几十万份的报纸 官方造谣应该如何处理 一名广州律师我要法网也表示 不能把造世界谣奥运谣的新华社 央视的新闻责任人抓进去 就不是好解释 就是互官谣打民谣的双重标准 中国大陆维权人士郭飞雄 在今年的8月8号被广州市公安局 天河分局 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刑事拘留 之后中国大陆的律师王成 还有唐吉田 江天勇等人发起的郭飞雄案法律后援团 在8月17号就启动 截止到9月9号 这个联署参与法律救援团的各地律师 还有法律工作者已经有108人了 也是9月9号这一天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东侧 上海盲人陈永诚 还有胡义忠等七名访民 他们抛洒了近千份的传单 讲述自己的冤情 揭露当地政府的腐败 在事后他们被十多名警察 还有特警抓捕 目前已经被遣返回当地 这七个人中 除了盲人陈永诚 是因为残疾人的福利待遇 还有基本合法权益 长期被黄埔区政府剥夺而喊冤 其他人都是因为暴力拆迁而上罚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5个人的 误估作 5个人的